作曲 李宗盛 外来的方向 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唱作人吧 对 到现在为止还是 出了蛮多 就是自己创作的歌 对 能够希望继续保持下去 对 就是离开《Nevertime》 可能就会少了一些 这种组合的感觉 大家都变成单打独斗 但是还是会 忙起来吧 还是那些事情 总给大家带来一些 很好的一些作品 然后能被大家记住 对 我对自己的未来发展 跟定位其实没有太多的 思考 的原因是因为 我发现好像 很多东西你定得太死了 如果碰到别的东西的话 你是变不过来的 就是有任何机会 我都会抓住它 对 我会坚持音乐上的创作 然后在影视上面 做更多的尝试 同样我希望 永远保持真实 首先 我想要成为歌手 希望也可以成为演员 那 你会说我其他工作不做吗 也不会 都是我的爱好 所以 努力吧 这一段时间写了非常多的音乐作品 我在逐一地去把它们 变成一个成品 完成一个我自己的梦想 是能够举办个人的演唱会 我希望就是有朝一日 以往已经可以永远地 就是在花语旅行音乐上 立出一个名字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 其实大家之前对于我的印象 更多是会跳舞的主持人体 我觉得也需要让大家认识 会唱歌的主持人体 我要做一个rapper item rapper 在前面